第1個我先拿出腮紅 然後就是一般所謂的面紙 家裡一定都會有的面紙 然後把它捏成一個小圓團的形狀 老師為什麼我不能用衛生紙 因為衛生紙有毛屑 你在做臉上的動作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掉毛屑在上面 所以一定要面紙 記得面紙喔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做成一個這樣子 稍微包一下 就像我們平常洗完鼻涕的那個小餛飩有沒有 就一小包就對了 一個小包這樣子 然後直接沾取我們的腮紅 直接沾喔 用沾的方式 對 直接沾腮紅 然後呢 我們直接壓在 我們先壓成兩個家屍小指的形狀 讓大家知道位置在哪裡 來 我們腮紅的位置 最完美的位置 就是在我們的眼尾跟鼻翼的交界處 這兩個位置 然後再直接利用我們的 剛剛所沾的這個面紙的 剩餘的粉 直接把它做這樣子 抹開來的動作 抹開來的動作 就輕輕的往 抹開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是蓋印章 第二個動作是抹開 這樣就有個自然的腮紅了 但是重點都是 老師的動作都是很輕的 重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壓下去很重 不怕 再把它推開來就好 所以你只要掌握兩個訣竅 第一個訣竅就是 壓上去 來 我再做一次喔 壓上去 壓完 再之後把它這樣子 輕輕的推開來 你只要用面紙 就可以完成 比腮紅刷 看起來更自然更裸透的 腮紅的畫法 好 非常的簡單 所以有了腮紅呢 它原來上了隔離霜的好氣色 才會真正的被延續出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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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